全球第一线今天为您持续来访问的是 德州州立大学的副教授翁吕中 教授您好 大学主播好 各位主播朋友大家好 我们其实在今天的新闻一开始有提到 是中东的战局 那就是以色列现在已经要全面来升级 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目的是为了要对抗真主党 那以色列也跟美国有一个价值台币 970亿的军事采购合约 所以想要请问教授的是 现在大家开始担心了 中东已经这么乱了 现在以色列跟黎巴嫩的关系 会不会导致战火继续扩大呢 这个如同教授主播所提到的 中东已经这么乱了 大概从外界的角度 尤其是西方媒体的报道 都会说中东的局势非常的混乱 可是在以色列的眼中 中东的混乱它的原因究竟为何呢 从以色列的角度 或许会认为这是自卫的行动 这是保护自己的家园 尤其是我们看到最近以色列 除了在加萨走廊的战争之外 事实上对于在北部的 在黎巴嫩边境跟真主党 跟黎巴嫩的真主党 尤其是真主党背后的支持者是伊朗 以色列在跟真主党之间的交锋 造成北部边境 相对来说也是相当混乱 导致以色列有不少的居民 在北部地区的居民必须要离开家园 让避开这个战火的这个骚扰 那导致以色列内部对于面对真主党的骚扰 是不是要采取更强硬的措施 目前看起来呢 以色列内部确实跟西方国家 所看待的这个视角会完全的不同 这当然也导致了 为什么纳坦雅胡政府 看起来会非常的强势 即便在加萨走廊 同时看来对北部 似乎态度也是非常的强硬 那当然除了国内 尤其是国内民众的压力之外呢 其实纳坦雅胡政府面对所谓的加萨的攻击 全球对于加萨 以色列在加萨地区的所谓的战争 可能态度上面已经跟刚刚开始 因为以色列接受 遭受到恐怖攻击 所以比较支持以色列 态度已经改变了 因为在加萨走廊的部分呢 巴拉斯坦人是全世界看待以色列 是不同的 现在已经有了不同的立场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面对北部的争主党 相对来说 以色列采取强势的态度 某种程度可能在北部的战争 如果真的进一步的爆发 或许以色列有比较多的合理性跟合法性 去强调整起的事件 不管是加萨或者是 跟黎巴嫩北部边境的冲突 都是为了要保护以色列的国家安全 试图的去转移 可能对于在加萨地区战力悬出 造成巴勒斯坦伤亡比较惨重的 这样的一个谴责 这个是一方面的考虑 另外一方面呢 在这个新闻报道当中 我们也看到了 以色列其实面对国际的压力 其实以色列跟盟友之间 尤其我们说在美国的支持上 看起来美国可能还是站在以色列这一方 尤其是在新闻报道当中讲到的 美国在现在这种局面之下 仍然是通过了25架F35战机的这种军售案 其实某种程度 尤其是以色列国防部发出的声明 特别强调 以色列跟盟友之间的关系 仍然是颠弱磐石 特别讲的就是以色列跟美国的关系 有了美国的支持 是不是代表让台亚胡政府 可以更加的强势的展开他们的对外的 尤其是在黎巴嫩边境的攻势 会不会因此而升温 或者是因此而采取更强势的行动 目前看起来的可能性确实是颇高的 那恐怕不仅仅是升温 而且这个升温的时间可能还会拉得更长 我想现在很多人也很担心的是 俄乌的冲突是不是也要升温呢 俄罗斯总统普钦 他最近的态度其实蛮强硬的 他就提到不排除会动用到核武 而另一个很罕见的行为是 温二战争打了已经超过两年 他是首次透过像是路透社 美联社这些媒体高层来放话 所以教授您认为普钦他到底有哪些的盘算呢 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呢 普钦真正想要什么 当然是希望透过手中所掌握的核武 来希望要求或者是希望对西方 继续支持乌克兰的这些国家 施加相对的压力或者是采取所谓的 呈现所谓的 出现所谓的克阻的效果 但这个效果到底有没有效 目前看起来西方国家 其实有不同的意见 所谓的不同意见是指西方国家 在面对这种核武的威胁 普钦所提出来的这种威吓呢 其实看法是呈现两极的 有些国家认为这完全是一个吹牛的 就是比较夸大 夸大集职为了要保护自己的利益 所以普钦好像很强势 如果是从这种角度来看 某些西方国家包括了像是德国法国 就会认为不行 我们还是要持续的针对乌克兰 跟俄罗斯之间的战事 提供更多的奥元给乌克兰 但是比较值得注意的是 在美国国内 尤其是在美国国务院 甚至国防部当中的讨论 目前我们确实看到了一种迹象 就是美国国内的政策圈 开始出现了 到底是不是要把这样的一个威吓 只是当作一个吹嘘 只是当作一个夸大其词 还是要更认真的面对 普钦可能真的被逼到了 被逼及了 会使用核子武器的这种担心 确实美国内部出现了这种辩论 那我们也看到了 美国在面对乌克兰的战争的过程当中 其实过去这两年以来 常常都是乌克兰提出了各种军事采购的要求 美国一开始都是采取比较保留的态度 不管是刺针飞弹 坦克车 还有所谓的F-16战机的要求 还有爱国者飞弹 事实上都是乌克兰提出要求 但是美国一开始都是抱持了比较反对 甚至不愿意直接的攻击 那现在看起来两年以来 陆陆续续都是乌克兰先提出要求 美国一开始不愿意攻击 然后在经过了几番的这个讨论之后 才重新决定要来提供乌克兰更多的援助 现在看起来普丁的这种所谓的威吓的效果 确实有可能造成美国的政策圈 在针对俄罗斯的 在针对这个乌克兰战争 是不是要提供全面的援助 可能也会出现同样的状况 那当然这也某种程度导致到目前为止 欧洲的盟友看待美国对乌克兰的政策 可能也会更加的期待 美国比较下定更强的决心 如果真的要帮助乌克兰 或许在第一时间当乌克兰提出要求的时候 美国就应该采取行动 而不是因为俄罗斯所谓的威吓的效果 威吓使用核子武器 所以就变成比较犹豫不决 要花更多的时间来思考 欧洲国家所谓的美国的盟友 其实希望拜登政府态度更加的坚定 只不过拜登政府目前看起来 仍然在外交政策上采取的是相对保守的态度 那当然这也某种程度导致了乌俄战争 现在看来可能要在短期之内 有点的可能性是不太高的 那当然这也给了普丁更多的外交政策 威胁的策略更多的操作的空间 那当然接下来在乌俄战争 尤其是今年2024美国大选 恐怕拜登总统考量可能会更多 那当然这也是我们不乐见的 也许乌俄战争就是因为在这样的政治的考量之下 要拖的时间会更长一些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